大家好,我是陈嘉倩 屯門近期多了內地旅客 令過境巴士非常之擠湧 城巴一道說 已經暫停向屯門多商場出售過境巴士券 但之後否認 有商場就說不會再派免費車票 下午四點多 由屯門去深圳灣的B3X巴士站 人龍打了蛇餅 不少來自深圳的旅客都牽著行李行李行李 包括寶寶的奶粉、寶寶的尿不濕 還有家人吃的日常用品都會過來 高峰期有幾百人排隊上車 沒有行李的,車仔過來排隊先 職員將沒有帶大型行李的乘客 分流去另一輛巴士 區內的幾個商場為了促銷 向買滿指定金額的旅客送免費車票 早前有地區團體投訴有關的安排 城巴發言人中午向傳媒表示 星期五起已經暫停向相關的商場售賣車票 又說只有百分之七的B3X乘客用巴士券 但到了下午六點 發言人更正說之前是內部溝通出錯 澄清並沒有停售巴士券 有內地旅客說 就算沒有免費車票都會照舊來買東西 不要緊,都是11元的 所以都會照來香港 對,是免費車票都會照舊來買 為甚麼都在那邊買 安全點就是覺得 食品安全點 我們向有份派免費車票的商場了解過 無職員就說 派免費車票的推廣活動已經結束了 無職日起不會再派免費票 有屯門區的居民說 多了水貨客對生活造成影響 有關住團體在巴士站派發傳單 呼籲內地旅客留在深圳買東西 減低對屯門居民的影響 無先電視機仔林超儀報導 兆一統一派委一連兩日接受申請 今年跨境學童專用校網加入青衣學校 但整體跨境學額減少 入北區小學說 初步報名人數下跌 估計多了跨境學童家長在香港置業 透過本地校網為子女報名 當局連續第二年設立跨境學童專用校網 在順水區這個跨境學童派委中心 有家長一早來到 有跨境學童的家長就說 就算小朋友被派到偏遠一點的地方 像是東涌和黃大仙一樣 都會照給小朋友在香港讀書 跨境學童專用校網 除了原有的屯門 元朗、北區、東涌、黃大仙等七個區 今年新增青衣三間學校 提供175個學額 不過各區加起來的學額有2600幾個 比去年少500幾個 今年在初步報名裏面 發覺北星就反跌了少少 那會不會有很多因素呢 第一很多家長在讀幼稚園的時候 已經搬了過來我們香港 無論是買房也好租地方也好 那它變了本地生的網 它可能就因為這樣方面的原因 就去了一些入學機會比較大的區域 教育局局長吳克健說 跨境學童家長在本港置業 入讀本地校網小學 政府有責任向他們提供免費教育 同一排位結果將會在6月6日公佈 無線電視機者陳日思報道 政府說針對現時流行的H3N2瑞士型流感疫苗 預計最快3月才大量生產 會繼續聯絡藥廠跟進 食物救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說 過去10日流感感染個案大幅飆升 預計之後會有更多感染和嚴重個案 因為流感病毒出現控源飄移 現在疫苗未能針對最流行的H3N2瑞士型 最快3月才有新的疫苗 我們和製藥商都聯絡過 最快要3、4月才能夠有比較大量的生產 所以當然我們會繼續再聯絡 看看會不會有轉機 但是暫時的消息 是我們不能夠拿到足夠的分量 針對現在流行的H3N2 瑞士襯王醫院今年第一季 到現在收到近300宗感染H3N2的流感個案 較一般季節性流感時期多 患者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15個嚴重個案要入住深切治療部 中大醫學院的學者指出 病毒出現抗原飄移 降低疫苗的整體保護 但疫苗仍然有一定的效用 他又提醒市民一旦出現流感症狀 要盡早求醫 他指出現流感症狀的五天之內 是最佳的治療時間 無線電視記者利潘龍報導 被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協辭的日本人質 和約旦基斯還未有消息 日本政府形容情況嚴峻 但會繼續全力救人 日本人自後騰建議和約旦基斯卡薩斯貝的生死未卜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內閣官員 在首相官邸開會商討營救 內閣官房長官更議會在會後 引述安倍晉三形容情況嚴峻 預會的外商岸田文雄說 情況難以預測 會做好任何準備 至於在約旦安曼協調救人的 副外商鍾山太秀就說情況陷入僵局 現在只能盡力收集人質的消息和救人 伊斯蘭國要求約旦釋放伊拉克女死囚李沙維 以換取卡薩斯貝的期限早在星期四屆滿 但一直都沒有人質的消息 約旦政府表明要先確保卡薩斯貝仍然在生 才會釋放李沙維 而卡薩斯貝的家人說 收到消息說卡薩斯貝仍然在生 要求政府盡力營救 但卻沒有透露消息來源 無先電視記者一層問題報道 美式足球超級本決賽 本港時間星期一在鳳凰城舉行 預計最多有接近10萬人入場 為防止恐怖襲擊 當局加強保安 出動戰機和直升機巡邏 並且將場館上空列為禁飛距 超級本決賽舉行在職 球迷為支持的球隊打氣 爭奪第四次總冠軍的新英格蘭愛國者 和衛免的西亞圖海鷹加緊備戰 這一項一連一度的美國體壇盛事 將會在阿里桑那州鳳凰城舉行 預料全球有超過一億觀眾 收睇電視直播 雖然美國沒有收到情報 說決賽當日會受到恐怖襲擊 但多局仍然嚴陣以待 派出7000人負責保安 入場人士要經過金屬探測器檢查 當局亦都會將場館上空或圍禁飛區 出動包括黑鷹直升機 和F-16戰機在上空巡邏 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約翰遜 早前已經到了鳳凰城 和當地官員協調安保措施 另外爭奪今屆超級碗的新英格蘭外國者 在早前的比賽被指用了充氣不夠的球 當局強調將會在超級碗決賽之前加強檢查 確保不會再出現類似的問題 無線電視記者張曉明報導 稍後稍後回來會報導 亞視說盡力在下個星期 向兩城員工發放12月薪金 政府希望亞視能力新年之前 處理好現身問題 紐約市長白思豪身邊的這位首爾傳億元 近期成為焦點 待會看看為什麼 我們在JR5-2022上 會爾 Wonrational 為辦公室 市長的中共